好來分享一下我們這個 日熱火焰劑的這個王國通行證 優勝經驗星星堂 相當的敷衍啊第一次 那這一次啊 反正重點是什麼東西 他這邊已經明顯了 各位就是反正就是經驗 我們除了買這個通行證 除了那個地標之外呢 他的CP值還是比較好的 就能買則買 就這樣子沒話說 170他的價值是非常好的 然後在他提供了什麼東西呢 每日簽到blahblah的東西 還有 果凍列車交貨券 這點非常重要 你缺素材的玩家 你沒辦法發車的玩家 這個 果凍交換 果凍交貨券特別重要 然後再來還有 懸賞通氣次數增加 也很重要 缺粉墓的人 不管怎麼樣 都很缺啦 因為滴色常常就是把一些什麼 資源型啊突擊型啊有沒有 除了射擊啊跟那個 補師 除了這幾個之外呢基本上都缺好嗎 然後任務的話剛剛看過了嘛 來買下去 然後買下去了之後呢 我們這邊要進入 效果拉好拉滿的環節 工商的環節 哇怎麼又會是 沒事這上次講過了 那個google play games的那個活動嗎 6月底之前 如果你有用google play games的人 play games play games的人 好 有機會 就有150元的 折價券 OK 所以王國通行證只要20元喔 哇好便宜喔 拍拍手 現在付款了 效果拉好拉滿了 不要再拉了 付款成功 好 為什麼要升級 你問這個問題問得非常的好 你不升級哪來那麼多糖 清 升級的話 他有產更多的糖啊 來你看一下 然後哥哥講給你聽 你這邊每天的話這邊 一顆糖 這個經驗性糖 level 2 一個是60 成長160多少 一天就有9600的經驗糖了 好嗎 拿出你的計算機好不好 我們目前的地標啊 加一加經驗糖也不知道已經有多少個了 對非常的好 OK所以 老玩家們就不缺糖 新玩家的缺糖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你就問低色 好 那就這樣子 然後再來講一下我們的這個 懸賞通氣吧 希望通氣每天的話就是額外可以多刷三次嘛 超級重要 每一次低色啊就會出一些什麼 資源型啊土地型剛有講過對不對 你的墳墓一定缺爆 就算你買通行證還是缺那怎麼辦 課金 對 你除了其他這些手段 還有什麼海灘交易所啊其他就沒了 對不對你就看低色要不要平衡嘛 是不是 好啦我幫低色說好話的時間到這邊了 你們就 每個禮拜買 每個月買一次支持一下低色吧 看低色會不會改東西或者是出更好玩的遊戲 對 反正我還是 我會我會繼續這樣子支持低色啦好嗎 就是 LOVE YOU 低色 1好嗎 感谢观看